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会欣赏这种态度吗 我不会 你传递出来一种鼓励的一种态度 我个人很向往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真的是在爱里真的是聋了瞎了 大家在旁边看得很透彻 他真的就是完全投入在其中 我是很欣赏的 因为本来爱就是要这个样子 因为我离信念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 所以你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就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就是耳聋跟瞎 就是有时候还是要 对啊 多想一些 对 如果说旁边大家都在着急了 那就代表他应该是一个警讯或危险人物 对 可是我会欣赏啊 吉祥是因为我觉得能够体会这样的感觉 其实也是幸福的 如果幸运的话 其实说不定那个人他就是会一直让你这样子好下去啊 对 那因为我可能谈恋爱比较理性 然后也许就是也有习惯性的会保护自己 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做那个又龙又瞎的人 是 但是自己做不到不代表你不欣赏 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 我非常欣赏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哦 哦 真的啊 所以你就是充当那个跟他们各种提醒 然后提点他们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的角色吗 小时候会 但现在我就会觉得那又何妨 就让他们继续龙下去想下去 OK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听一下这一首 年轮说 看 回忆这把刀 切开我身体 研究我的风雨 这全是我 那全是你 开过心的开心 看 成长的痕迹 包括我身体 研究我的正义 计算着我 计算着你 过不去的过去 一时音乐哭听 二时学游戏 三时尽转无语 四时碰巧遇见你 了解这个你 沉迷这个你 时间阻碰巧遇见你 时间阻碰巧遇见你 再继续 深深寂寞夜里 再继续 深深寂寞夜里 沉迷这个你 沉迷这个你 沉迷这个我 继续自己 听 远方的信号 通过的美丽 沉迷 能将然消世气 想起的我 想起了你 那跨过的门阜 想起了你 胜伯 那跨过的门阜 人家燃燒思念 烧毁了我 烧毁了你 回到来的未来 一世音乐哭听 认识学游戏 三世青春无语 四世红桥遇见你 了解这个你 沉溺这个你 时间阵停 在几时寂寞夜里 百世怀乐意 千世挣扎梦醒 万世贴心离开你 经历这个你 活成这个我 继续自己 精都念子安 全球流行音乐京党 No.10 陈兴翰 蔡依林 Egohoic No.9 尚文杰 单身男孩 Bling Bling Boy No.8 袁慧平 一个人的冒险 No.7 阿四 林六佳 至山山来迟的你 No.6 阿拉 全家话 浑身试镜 做得好的 No.5 魏柔轩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No.4 阿琳 天若有情 No.3 露寒 某时某刻 Catch Me 184 No.2 杨成林 观众 都爱过 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寡人 No.1 杨乃文 黎心律 不要拥抱 千万千万 清清润润 好之音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锁定每周一到周日周五十二点 京都念慈安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感动让你听着 我要我的音乐 有颜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海铃 隐形眼镜音乐VIP 我是清源 我们再次欢迎杨成林 大家好 所以刚刚讲到 你是一个偏理性的人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意识 就原来我是一个思考问题 比较理性的人 一开始是很多人跟我讲 别人说你 对 我没有考虑到 什么理性感性 但是很多人就说 哇 我发现你很理性 而且不止一个人讲 是超多人 然后我就在 女生当时听到这种评价 会高兴吗 就是因为刻板印象是 好像理性是男生负责的 然后感情还是 女生负责比较多一些 我听到这些 我当然当下会没有办法回应 因为自己没有去思考过 那当然久了以后 会去观察一下 自己的言行跟思考 然后就会发现 我确实是离性念多过于感性 对 所以 那你对自己 就是生活中这样的一种 思维习惯 或者感受的一种习惯 是喜欢的吗 我觉得可以再感性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比过去感性了 我还有点不习惯这样的自己 还在适应当中 可是我觉得多一点感性 还蛮好的 尤其我们做这份工作 是跟艺术有关系 其实能够 把感性的部分丢多一点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 OK 所以其实也还是在不断地去调整 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呢 是来自杨成林 关于时间飞逝这个主题的推荐 这是张慧妹的三月 三月过去了好几周 世界开始有点热 参不透的那种难过 忽然觉得没什么 我的梦好多 好多 我很好 你呢 两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 几分钟之后 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 想念爱没什么用 但三月过去了 时间会走 我不走 我不走 两个人说分手以后 两个人说分手以后 时间变得慢慢的 很久后的一个午后 终于可以很快乐 我猜我好了 我可以笑了 两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 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 可能爱停在风中 但三月过去了 别人都懂 我不懂 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 我们一起因为爱情心哭着 两个人的那时候 所以三月过去了 总有一个会记得 我爱情心哭着 我爱情心哭着 然后就说到 其实在那个新歌演唱会当中有一段 是你说 我就经常被大家访问 所以现在其实也很想访问你们 是那段三分多 很长的一段 其中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你大概说到是 你想明白了 离爱比较远 还是离他比较远 对就有些人在爱里面 他会反而他会比较紧张 他会更留意无关紧要的事 然后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那到底我是离爱远了 还是离对方远了 所以我后面又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所以有了爱 拥有了爱就没有烦恼了吗 对就是因为很多爱 在爱外面的人一定会羡慕 你在爱里面 你真好 你有人爱或什么什么 可是其实有对象 也有有对象的烦恼吧 有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对所以我就想要多问问 这些在爱里面的人 他们是否有这样子的感受过 那他们是否觉得 你在爱里 你就不再有烦恼了 是 所以我当时 因为离他更近 离爱更近好像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离他比较远 还是离爱比较远 那一下我就是觉得想不大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你那个东西是自己写的吗 对啊 就是你真的很想去跟 所有听你音乐的这些听众朋友去分享的一些 因为我觉得在那一段换衣服的时间 他们就希望我可以讲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又没有明确给我方向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在僵持当中 努力的想说到底要讲什么好 然后可能中间有人替我写稿子 可是我觉得写来的都不是我的感受 就是在写的那个人他的感觉 那我觉得既然是这么 在心里也会这样子的场地 然后又所有看的人 都是跟我这么靠近的人 那我应该要丢一些很自我的东西出来 但那个东西我又不想要是一个教育啊 教学啊 这些 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来反问问题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对我有疑问 看我的访问这些 那如果当我问他们问题 他们会怎么去回答 而且我确实是对于很多东西是好奇的 就好比最前面讲的 你是一个人来看吗 或者是你用什么心情来看这场表演啊 或是你有听到你想听的歌吗 因为我其实是会好奇这些小细节 那包含那你在爱里面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在爱之外你真的觉得比较轻松吗 是 我就会 我觉得大家很可爱 确实在这演唱会过后 反而他们会更认真的思考并回答我 对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这样势必攻卿会泪吐血吗 就是你不是个独立音乐人啊 对吧 就是你是可以不用去做这些事情的 可是你现在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来自己做 从表达的角度来讲 当然就是杨成林做的可能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 每一首歌都是他真正想说的事情 但同时 你不会觉得负担太重吗 嗯 还蛮重的 甜蜜的负荷 当然像包含演唱会也是 就是要 自己也要去过这些内容 然后当然说什么 这都是我当下的心情去说的 可是像排歌单啊 跟像这个三分多钟的 跟大家的对白啊 谢谢我 其实我觉得 也许我也是在半夜 就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但是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好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用你的真心去给大家 大家是感觉得到 OK 还是值得的 嗯 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杨成林的推荐 王菲的至青春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江岸 他洗过的发现心中火焰 短存的独播剧场上天色江岸 短存的狂欢意味一声夜 满城的独播剧场上天色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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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都很能够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你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困扰 就是有很多你精心设计的部分 不被大家直接感知到 你会觉得苦恼吗 这个部分 苦恼不会 但我会想办法让他们习惯 像我这张专辑正式版封面 一开始出来 我被骂爆了 骂 是非常极端的 喜欢的超喜欢 看到封面不开心的骂到爆 有什么好骂的呢 是说什么 说你为什么 有啊 说这什么烂封面啊 OK 别开我玩笑了 这就是年轮说 一张嘴就代表年轮说吗 这些就是我相信骂的人 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你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你记得骂的人会听吗 应该会 因为是粉丝 是 对 就你可以知道他们都是粉丝 然后 那个感觉应该不是很舒服 有人是一面倒的 说怎么会 我很喜欢 而且很多国外歌手 其实他们并不强调歌手的外形 对啊 就是这些东西算是 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在花育专辑里面 然后有些人就会说 哇 我觉得这太阳成林了 就可能很懂我的粉丝 他们就会觉得 我会走这种有态度的东西 还蛮正常 然后很多人就说 哇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专辑封面 太好了 我收集的封面里面 就一看我就知道 它是你的轮缩 对 就是你不需要花时间去思考 这是哪一张专辑 是 对他们来说 这是收藏 收藏的一个意义 然后就 我都看到很多正向 可是另外一面倒的 哇 骂的骂 真的好可怕 就是说什么 是是是怎么样 就是 现在 现在都不给 粉丝看照片了吗 然后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 预购照片 真的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相信 他们明白整个概念 跟听到歌以后 他们就不会再说话 果然这个声音 就在 十首歌出来之后 就没了 OK 所以就是 可能有很多想法和设计 出来的当下 被一些人不理解 对啊 这个正式版封面 算是蛮大胆的 因为 起初我跟企划讲 他们不就是 对 回我说 那你粉丝会不高兴吗 我当下真的 出现这样的状况 对 但我 我真的相信 他们那只是一时的情绪 OK 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也是成林的推荐 是 这是孙燕姿的 时光小偷 过去像一滴汗 轻轻轻轻的 轻轻的蒸发在马路上 在情商 所以我有了歌能唱 回忆很美 未来很慢 我的故事 因此写到一半 风吹着我 跑向远方 我知道 爱也甜 也酸 人家学会 停止流氓 我也一想 过去像一滴汗 轻轻的蒸发在马路上 偶尔当心很烦 我总是爱战 过节远战 看着世界变幻 时光像小偷 拿走眼泪 从不同的地方 也许吧 每一滴在青山 所以我有了歌能唱 回忆很美 未来很慢 我的故事 因此写到一半 风吹着我 跑向远方 我知道 我知道爱也甜 也酸 人家学会 停止流浪 我也一样 天空从黑到白 继继续地转换 天空从黑到白 继续地转换 泪 Bun 泪滚在青山 泪滴在青山 泪滴在沧山 真的教 Lucky 未来很慢 我的故事 因此写到一番 风吹着 我跑向远方 我知道 爱也甜也酸 人要学会 停止流浪 我愿意想 你是一个时常会 回忆过去的人吗 就是念旧的人吗 会觉得过去 想到来觉得还挺美好的之类的 念旧跟回忆过去 好像不太一样 是 对 就是回忆过去了 好像不会 因为我想不起来 过去的事情 不过记得 我记得一些 我记得片段 但是我觉得 跟一些真的 记回忆很厉害的朋友比起 我真的弱很多 很多细节可能想过 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彼此在聊天 比方说是高中同学好了 他们就开始讲说 某次啊 发生什么事情 在走啦 什么什么 他们全部讲完 我就说了一句 那时候是不是我敢通告 所以我不在 他们说 你在旁边啊 我说 所以我在旁边 他们说 你就在旁边看 而且你还有回答 我说 OK 那我就当作听一个新故事 就我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当然就是像一些 工作上一些重点啊 什么风吹 love的时候啊 或者是自己遇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当然也不至于 要那么失忆 可是我对于回忆过去 这件事情有一个障碍 是我不是不想回忆 是我想不起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 来回答清楚了 那所以你并不会有那种 就是因为我这边有很多人啊 就会觉得 现当下的生活 其实很困难 所以反而觉得 以前某个阶段的生活会很好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觉得在性格上面 我还蛮欣赏我过去的一些 勇敢啊 跟很有毅力的那个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过去的那种毅力 好像很浑然天成 那现在的毅力都是来自于一些 一些责任感 而促使的必须要有毅力 OK 我比较想要 要浑然天成的 因为那样你就不会有很 不会有那种 不舒服的感觉 或是要勉励自己的感觉 那时候是种本能的 对对 就是这样啊 没有什么好思考的 对 不用判断 我欣赏 OK 他都回不去 不可能就是成长之后 的一种状态 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是刘狐义的《从前漫》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阵 长街黑暗无行人 每都将的笑点 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城外有钱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笑点 从前的笑点 也好看 要是尽没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痛了 从前的笑点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从前的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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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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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